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强 今天咱们来介绍一部泰国的恐怖片 鬼三经的第三部 和之前的套路一样 影片依然是分段式的恐怖片 第一个故事叫做高速公路 女主叫做小平 是高速公路的收费员 这天晚上明星花花开着车 来到小平的收费口 小平一看 哟 这不是明星花花吗 旁边睡觉的那个男的 不正是有名的导演大胡子吗 难道说他们之间有一腿 这么好的事情 一定要拍下来 发个朋友圈啊 就这样 花花和大胡子的视频 快速在朋友圈和网络中传开 见门家和粉丝们 吵的那叫一个热闹 说什么的都有 你看我就说他们之间有问题吧 花花男友的头上有点绿哦 他们两个人的孩子 叫做花胡子好不好啊 几天后 小平在值班时 遇到了一个 看起来不太吓人的鬼魂 这给小平吓得是欧啊乱叫的 他的惨叫声也引来了同事 若姐和阿俊 阿俊说你没事吧 这大晚上的差点被你吓死 小平说这里有鬼啊 咱们收费站里是不是死过人 若姐说提到死人 我想起来了一件事 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吗 那个被你偷拍的明星花花 她死了 原来在小平把偷拍的视频爆出之后 花花的男友就对花花起了疑心 花花说这件事情我没法跟你解释 你相信我就好 如果你不信我 那咱俩就分手 最后男友一气之下就勒死了花花 并用玉帘包裹起来 看着是相当的诡异啊 这时担心的要本们请把手机拿远一些 当得知花花的死心之后 小平总能在不经意间看到花花的鬼魂 一开始他认为这有可能是心理作用 但最后他才发现 不对啊 这他瞄的真的是鬼魂 花花来找我报仇了 怎么办 跑吧 同时阿俊和若姐急忙阻拦 但是呢 根本就拦不住 只能是眼睁睁的 看着他在高速出口处一路狂奔 慢慢消失在眼前 而小平呢 则被花花的鬼魂 追的是左右车道来回乱窜 最后被一位酒驾司机直接撞飞 不久之后 阿俊找到了小平 他说 大姐你没事吧 还能站起来吗 算了算了 我背着你吧 同时阿俊用对讲机联系若姐 我已经找到小平了 赶快叫个救护车 若姐说 好的好的 人没事就好啊 在回来的路上 小平问阿俊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阿俊说 什么鬼啊 鬼根本就不存在 你别再自己吓唬自己了 这时警方给若姐打来电话说 他们在高速桥的下方 找到了小平的尸体 小平被车撞到了桥下 不幸身亡 人物画面一转 来到多天之后 有过路司机发现 小平的鬼魂 依然还在高速扣收费 到此故事结束 其实这个故事的恐怖点 并不在于鬼魂 也不是偷拍 而是咱们现在 所处的网络环境 都是看读说话 不管真相如何 我千说你们之间有一腿 先从道德层面压死你 反正网络发言 也不负法律责任嘛 其实人家花花呢 只是好心送大胡子回家 他们两个人 是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下面一个故事 叫做一夜情 男主叫做小田 是被古话修复师 这天前牛小姨 给她送来了一幅 古埃及的画 猪龙草 传说有种神奇的药 叫做猪龙草 它可以治愈 所有的孤单 然后画面一转 小田在酒吧里 对一位美女 是一见钟情 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 一瞬间 小田就爱上了这个女人 怎么办呢 去勾他去吧 看看能不能泡到手 一番闲聊之后 他们来到了女子的家 小田发现 女子在家里 养了很多的猪龙草 女子说猪龙草这种植物 会把自己当作诱饵 来吸引猎物 然后再把猎物吃掉 而且吃掉的过程 也是很美妙的 猎物的脑部活动 依然还在运作 但身体却在慢慢的死亡 古人们常说 喝下猪龙草的水 会忘记所有伤悲 中淡所有寂寞 要不你喝喝看 然后小田 就喝下了猪龙草 内部的水 可是喝下水之后 那位女子 瞬间变成了一具活尸 她让像藤蔓一样的触手 包裹住了小田 不管小田如何挣扎 都无法摆脱触手 对她的束缚 一段时间之后 小田就变成了猪龙草的食物 和传说中的一样 被猪龙草吃掉的猎物 思想意识还在运作 但身体却慢慢腐蚀 变成养分 滋养着猪龙草的生长 我估计这种死法 可能会比安乐死要好一些 最起码当事人 在幻境中还是蛮高兴的 看着不断被腐蚀的小田 女子喝了一口猪龙草的水 说道 不管有过多少缠绵 共度了多少夜晚 寂寞她依然都在 然后她就回到酒吧里 去寻找新的猎物 到此故事结束 其实从女子的言词里可以推断 她很有可能是猪龙草的化身 或者她和猪龙草是共生体 猪龙草为她提供养分 保持不死之身 而她则为猪龙草寻找猎物 如果脑洞再大点的话 这名女子很有可能是 那幅古埃及猪龙草画的作者 当然这个脑洞就稍微有点太大了 最后一个故事 叫做电视导演 而男主正是第一个故事当中的 大胡子 由于大胡子导演经常会拖欠工资 所以剧组人员是怨声连天 这天他们打算 办鬼吓唬一下大胡子 能不能要来工资 倒也无所谓 主要是出口恶气啊 等大胡子来到影棚时 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但很快办鬼的小伙伴就发现 这个影棚里还真的有鬼魂 你看那个人 不正是房东老太太的鬼魂吗 一番瞎折腾之后 来到凌晨三点 所有的剧组人员收到了一条新闻 大胡子导演不久前 在车祸中不幸身亡 这也就是说 他们眼前的大胡子 是个鬼魂 怎么办 撒鸭子跑呗 可是跑着跑着 他们却发现 周围的剧组同事 也变成了鬼魂 这哪是什么同事啊 明显是活尸啊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昨天晚上 影棚内发生了一些火灾 所有剧组人员不幸遇难 而今天晚上 大胡子在开车时 听到了剧组发生火灾的新闻 他这一激动 一走神 就发生了车祸 不幸身亡 由于剧组人员的执念 所以他们的魂魄 依然还留在影棚当中 大胡子只是想让他们知道 自己已经死了 赶快去投胎吧 到此 影片结束 很明显 导演想用最后一个故事 把前两个故事串联起来 但效果呢 真的是不咋地 和前两部相比 第三部稍微有点差强人意 总体来说呢 套路和第一部差不多 大部分的巨星反转也都能猜到 如果你没看过第一部 可以先从第三部看起 这样会有惊喜哦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节目见